大陆冷气团南下,南台湾昨天入夜后气温明显下降,屏东县政府启动,皆有低温关怀服务,社会处社会救助科汉县由民收容所委,办单位金凤凰紧急救护协会,晚上先后到屏东市区永兴公园,屏东艺术馆及久如高架桥下等,皆有长期席地点访试,发送预寒衣物,睡袋,暖暖包及热食等, 给皆有温暖的及时关怀,政府社会处说,这波南下冷气团相当强烈,位于台湾南端的屏东明显感受到寒冷气息,入夜后最低温摄氏16度,避免露宿街头皆有阴气温骤降发生意外,现游民收容所7日起展开低温宣导及访试,访试时劝导入住游民收容所,对无意愿入住者加强定点关怀, 访试外访试外并提供热食及保暖衣物,收容所也设立热食站提供热饮,热食,保暖衣物及临时安置服务,供接有防寒。 县府说,屏东县游民收容所,委游社团法人屏东县金凤黄紧急救护协会办理,提供住宿,沐浴,餐食,煤盒就业及心理支持等服务,对不愿入住收容所者游社公园提供关怀,餐食等服务,让街友在外生活也能获得基本的生理满足。 民众如发现有需要物资协助或安置需求,皆有可拨打游民收容所,电话087321499或社会处社会救助科08732415分及5336通报,屏东县昨晚启动低温,皆有关怀服务提供热。 素的兼有热食及保暖衣物记者潘兴中番社分享。